台北市長柯文哲 假日變身民眾黨主席 舉辦簽書會抓住柯粉的心 民眾黨佈局也有行進展 不分區立委34席 提好提慢 就是要透過海選向好人才招手 這個就像天下爭彩 這也是我們一貫的政治理念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這也是讓所有台灣的年輕人 只要他有夢想 有理想 他願意 因為我們都是給他一個機會 他不用靠任何關係 或是什麼政二代 他就有機會來參與台灣的政治 這是一個好的做法 柯文哲帶頭衝把理念化為實際行動 目標瞄準國會 不過人氣表現似乎逐漸走下坡 前書會現場不像以往 吸引滿滿粉絲 500張號碼牌只發出300張 這母機光環還夠力嗎 他自己本身 也就是邊境效用地檢疫的時候 大家對他的印象 其實沒有像過去那樣的情節 算益也還滿重的啊 沒有我記得之後就很難拉抬 跟其他的小黨來講 帶頭的人都不敢下場 是人家為何要買這個帳呢 隨著點出柯文哲危機挽救下滑聲勢 要在夾縫中求生存 柯文哲批籃大陸創造話題自帶聲量 前後兩個總統會這樣講 我是有點驚訝 因為選舉還有90幾天 這個雙方克制一點了 這個真的要互相丟泥巴 等到最後一個月再講吧 所以大家雙方都在操縱這個芒果乾的概念 不過是這樣 開玩笑講說 種芒果的都是農夫嘛 搞破壞都是政治人物 你知道嗎 在藍綠之爭下 柯文哲能否突圍將能量轉嫁到小吉身上 維持續航力奠定政治基石 他的每一步都至關重要 歡迎收看江浅東 張遠春 台北報導